社交部那邊得知就是說,我們有國人,因為詐騙案 何年何月得知這個事情 這個時間我不確定 都發展了那麼多年了,你還不確定 你再去,請你幕僚回答 我要問下一位了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的這個夏主委 身為陸委會對於同樣一個問題 我們是在民國幾年幾月,陸委會得知這件事情的 我們這個事情一發生,知道說有國人在那邊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已經知道 也不清楚,好,你趕快幕僚,我要追問這個問題 103年10月 103年10月,你要確認一下,我再跟你確認一次 103年10月嗎 103年11月,對不起 103年11月,我們知道這件事情 陸委會 好,那謝謝主委,我再請教一下內政部陳次長 就內政部因為我們有管轄到警政署 我們有些司法互助等等 包括刑事警察局,國際協助 我們是在民國幾年幾月,內政部知道這件事情 部裡面這種事情都是警政署在處理 刑事警察局是在103年,按照這個報告的話 是在11月的時候,因為他是配屬在外交部 所以是相同的警務秘書在那邊處理 好,那謝謝,大家看起來都是103年11月 再給法務部一次機會,你們到底是什麼時候知道這件事情 應該是同一個時間,我們是從外交部那邊得知訊息 也就是說肯亞的這個案子 其實在民國103年11月 我們的政府各級機關都知道有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請教一下外交部 知道您剛剛報告了很多,我想請教您 我們不僅知道這件事情 也是103年11月嘛,對不對 是 我們在104年1月份 曾經遣送一批10人台灣人回到台灣 而且您剛剛報告中說 還是由刑事警察局派員把他送回來的 是這樣嗎 是這樣 那10個人現在在哪裡啊 他們那個涉案情結不清楚 所以地檢署也沒有辦法來徵結 還在偵訊中 不是,這個案子就是說 當時候我們台灣沒有被害人 所以台灣沒有這個案子,沒有辦法來偵辦 好,沒關係 所以這個人,這10人在台灣嘛 對,台灣 我現在繼續請教外交部 那也就是說 我們曾經有10個人被帶回來過 對 而且我們各級機關、陸委會、法務部、內政部、外交部 都知道 103年11月有這件事情 我們立即通報各單位 那我請教您 那10個人帶的回來 為什麼後來這些人帶不回來 發生什麼事情 報恩 這個 當初啊 這個103年11月就是 逮捕了77名 第一批是逮捕77名 那他分兩批審查 剛才這個 對,這個故事大家都講過了 對,然後後來又抓到10名 10名就是變成第二批 第三批 算是第三批 那他們這個就馬上訴審 就覺得 就是說這個 因為不同的法院訴審 就判定他們無罪 然後就 對,那為什麼同樣這10個人無罪可以送回來 後來出現的這2030個人 催淚瓦斯 灑熱水 幾千公里的追逐 荒唐的戲碼 出現在我們早在一年多前就知道的整個政府的相關單位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想這部分這樣要做比較清楚的說明 這兩個地點抓的這些人是在那個機房裡面抓到的 這10個人我們把他帶回來是在機場 他沒有犯罪行為 所以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肯尼亞當局他們偵辦他們 這個裡面機房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剛剛有談到 他們涉及這個案子 他們在處理機房 使用無線電還有組織犯罪的部分 他們做一個偵查 也就是說他們判斷以後認為這10個人是無罪的狀態 所以他就把他釋放 我們後來的這12個人也是判無罪的情況之下 也把他釋放 我要問的問題是 為什麼那10個人回得來後面的人回不來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因為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現在詐騙啦 詐騙的機房 我的問題不是要問詐騙的機房 同樣都是無罪釋放的情況之下 到底問題出現在哪裡 有沒有誰可以回答我這個問題啊 他們當時根據我們從這個 從刑事檢查局得到資訊啊 他們當時10個人是涉嫌用偽造 護照儀式的文書 跑去申請護照 然後這是被抓 所以是用偽造文書這個方式 最後有交給我們帶回來的 好 並不是詐騙 緊接著我要先繼續請教一下 我們的那個主委 您剛才的言論我肯定 我要再次的請教您 那為什麼 不管這已經回來10個人 接下來已經被帶走的 或者6月6號要宣判的 陸委會的宣稱 坑槍永利 認為應該要帶回來台灣 憑什麼 你可以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他們的犯罪行為啊 其實並不是到現在為止 並沒有經過這個很明確的確定 所以基於他是我們的國人 我們是有管轄權的 我們認為我們是有管轄權的 也就是說我是不是可以幫你引申一下 我們報載媒體 包括法務部昨天的宣稱說 犯罪被害人都在大陸 台灣沒有任何犯罪被害人 這一件事情 基本上還沒有經過司法完成的審訊 對不對 我是覺得 這部分是因為有管轄權的進合 我想有管轄權的國家是非常多的 那有管轄權的方便 包括我們包括到都有 可是呢 這個就是要看這個案件的發展 所以我們覺得要進一步的了解 才能夠做判斷 好 但是你認為可以帶回來是因為我們有管轄權 我覺得第一步我們國人 我們絕對是有管轄權 而且根據我們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相關的規定 我們是有管轄權的 好 我看一下那個powerpoint 0310專案 0426專案 1129專案 以及總統府在104年4月24日發佈的 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 六週年回顧跟展望裡面 都提到一件事情 也就是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即便在第三地 都應該把嫌犯 也就是各自的人民 台灣人跟大陸人 有幾方帶回遣返 然後再進行相關司法互助的 偵辦的調查 是這樣嗎 這是從100年這個菲律賓那個案子2月份發生 後來7月份我們把那14個人抓回來以後 這個雙方得到的一個 等於是一個默契 就是說以後類似的案件發生 是由共同一起合作 然後有各自帶回幾方人民 這是在民國100年7月的時候達成的一個默契 所以這一次的做法跟先前的践行的這個慣例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針對這一點已經跟他做了很強烈的表示不滿跟康律 謝謝我們尊重你也先請回 我要請教一下我們陳司長 昨天我們代副司長 我們昨天代東立副司長提到 好像在念經一樣講了一段話 他說 如果沒有辦法掌握境外證據 即便將國人交涉回來最後恐因證據不足無法將之神之以法 對國際跟兩岸合作打擊犯罪以及被害人軍署傷害 所以在管轄權進合的時候 國際上已經慣行的原則可以參考 通常屬地原則 及便利管轄原則優先被考量 這樣的一個論述 所以媒體都把它解讀為 我們認為法務部認為 大陸方中方擁有管轄權是一件合理的事情 你要不要重新再表述一次 是 剛才國人我們對國人是有管轄權 但是這一件因為大陸在查辦 在大陸境內的詐騙行為 所以大陸現在也主張他們有管轄權 所以兩者都主張有管轄權 進合的時候必須透過協商 不不不你們昨天的說法是說 大陸有管轄權是合理的 所以你們今天的報告 通篇報告沒有任何一個字句告訴我們說 這些國人是應該被遣返回台灣的 所以我要具體問你這個問題 外交部 內政部 陸委會都表達 這些國人本來就應該回台灣 剩下準備的宣判也要回台灣 法務部到底怎麼看 這些人到底是應該遣返到台灣 還是到中國大陸去 現在有一些事實狀況 並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們積極的協調 我們要派員過去共同想法 為什麼事實不清楚的情況之下 你們片面接受中方的說法 讓人被帶去以後 你還幫他建立了法理基礎 為什麼 不是這樣 因為就是兩邊管轄 現在兩邊都主張有管轄權 我們必須透過協商 那大陸主張的因素 是其中一個因素 那我們絕對 國人要求他要提發 這絕對是我們的訴訟 我只問最後一個問題 實驗關係 羅因雪在三月份 在中國的時候 訪問的時候 他已經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你們103年就知道了 而且有討論對不對 今天中國時報有報導啊 你知不知道 103年 三月份這件事情 已經即將要宣判了 中國時報報導說 羅因雪去的時候 有討論這件事情 有沒有 這一次去大陸 對 沒有 就是肯亞這件案子 那時候 沒有 完全沒有提到這件案 中國時報今天報導說 你們當時有去討論這件事情 而且獲得相關的共識 有這件事嗎 絕對沒有 那我請教你 二月份你為什麼要開這個會 二月份你開 延商外國政府 遣送國人至第三國 或大陸地區 接受司法偵查 或審判的相關事宜裡面 的第一段 開中民意 就把你們的新證已經寫出來了 你就是告訴說 這件事情為了所謂的 所謂的司法管轄 便利性 屬地原則 所以啊 在這個情況裡面 應該由大陸把人帶走是合理的 所以我嚴正的懷疑 從去年 十一百零零十一月 你們早就知道這件事情 而且過程當中 無所作為 外交部 內政部 陸委會 跟法務部斷了線 沒有在這裡做任何的處理 直到事情已經一發不可收拾的時候 法務部還幫大陸 建立一個嚴正的法理基礎 那我問你 以後台灣人 只要被宣稱 只要台灣人被宣稱 他違反大陸的法律 被害人在 在這個 中國大陸的話 是不是所有的台灣人 都可以被這樣子強調似的爐走 這個會議的討論跟肯亞案 完全無關 這件 這一次會議是因為之前 陸續有在其他國家 在菲律賓還有其他國家 發生類似這樣的一個案件 所以我們的會議是包括其他第三國 那不一定是遣返中國大陸 我們是一個通案性的討論 所以在過去有一些案例 我們也發現就是說 因為這個事件太緊急 在相關機關之間沒有做即時的聯繫 所以那是一個 內部各機關作業的一個討論 二月份把這個事件建立了 你等一下 你們在二月份幫中國大陸鋪排了這個法理基礎 三月份去訪問中國討論了這個事情 你們有沒有得到這個資訊之後 第一時間跟陸委會說有沒有 羅因學在中國大陸去度假的喔 他不知道這件事情 或知道這件事情 有沒有回來跟陸委會分享一下呢 這一次羅部長出訪的行程 事前報告過陸委會 所以事前的行程 是一個另外一個 我們在這裡會持續的追查 我嚴正的懷疑 跟我會嚴正的追查說 羅因學根本 就是用犧牲台灣管轄權法理基礎的條件 交換到中國去做畢業旅行 而且上全辱國 回國之後 讓我們所有的基礎疲於奔命 沒有在第一時間 能夠做坑雅的這樣的追查 所以我要說的是 不要再把焦點放在什麼 4月6號7號8號 民國103年11月 我們政府早就知道這個事情 而到現在 落入到兩岸之間 如此尷尬 迫害的狀況 法務部要負全部的責任 謝謝 好 接下來 李俊麗委員 主席各位先進 滿請陸委會下主委 外交部侯次長 還有這個法務部陳司長 三位早 辛苦了 委員長 我今天談論這個部分 我想從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事件的始末 第二個我們來檢討 有沒有因為我們的政策有問題 所以導致這個事件 沒辦法解決 我們來看一下 來 第一頁 現在肯亞的事件 大概分析出來 看起來就是 這個是在2014年11月就發生的事情 對不對 這個剛剛也都說過 你們事前都知道了 然後4月5號宣判 4月8號 法務部第一次證實說 這個已經送到北京去了 來 我請教 這個夏主委 是 法務部什麼時候告訴你們 這些人已經送到北京了 就是4月 刑事局 刑事警察局告訴我們的 4月8號 4月8號沒錯吧 4月11號 4月11號 告訴你們 好 然後 這個外交部其實 從頭到尾都知道嘛 對不對 外交部從頭到尾都知道嘛 是的 那法務部是什麼時候開始知道這件事 也是從頭到尾都知道 第三批 是看一下遣返的部分嗎 對 遣返的部分 4月8號 所以4月8號 法務部知道 刑事局知道 然後通知陸委會 所以陸委會是從4月8號開始知道 那你們到4月11號 你們嚴正的 4月11號嚴正的跟中國提出抗議 是吧 我們4月8號就抗議了 4月8號就抗議 好 來 所以我們了解這個整個狀況 其實4月11號到4月12號 後來又逮捕其他人嘛 對不對 所以整個的狀況 法務部 外交部 外交部是從一開始就知道 法務部在什麼時候開始介入 就知道判刑無罪 然後中國準備把我們的人帶走了 這個4月8號你們知道 沒錯吧 那陸委會也是在4月8號之後 有刑事局跟法務部告訴你們 你們知道了 然後跟中國提出抗議 沒有錯吧 好 來 始末是這樣 我們來看下一頁 這個知道吧 有看到這個吧 這個就是我們的同胞 然後在肯亞的拘留所裡 抵抗中國跟肯亞的部隊 要拿著衝鋒槍衝進來 要把他的人帶走 下一頁 這裡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 其實說有趣也蠻 蠻痛苦的 為什麼三個部會處理都不同掉 陸委會講得很清楚 認為肯亞事件這件事情 侵害我國的管轄權 沒有錯吧 這是陸委會的態度吧 是 我們覺得中國大陸他因為他沒有遵照過去 我們雙方的協議 沒有錯吧 這是外交部的說法 對肯亞來講 來 法務部 法務部你們的說法是說 被害人都是大陸人 所以陸方有管轄權 是這樣嗎 現在是兩方都主張有 都主張有管轄權嗎 但是陸方說 因為他們受害的是大陸人 所以就有管轄權 是這樣子嗎 法務部 我先請教 法務部認不認同陸方這樣的講法 這個要協調 而且我們要 請問過去有沒有受害人 也是陸方人士 結果 並沒有 是陸方管轄權 而是送到台灣來處罰的 有沒有 各種模式都有 有在台灣 所以這一句話 只要被害人是大陸人 陸方就有管轄權 這個是陸方的說法 這不應該是法務部的說法 沒錯吧 還是你們也同意這樣的說法 我們不是這樣子 我們是我們有 這是你們的副司長說的 來我繼續往下一個 那中國針對 來回到上一頁 中國這對 針對這件事情 由他們的外交部發言人說 中國樂見各國執行 一個中國的政策 對這件事情你們的看法如何 我先請教那個夏主委 這跟所謂的一個中國政策 是毫無關係的 因為在過去 很多案件裡面 都發生這樣一個 是法 跟一個中國沒有關係 類似這樣在全世界發生很多 所以我現在要請教你的是 對於外交部 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這樣講 你認不認同嗎 我們在新聞稿裡面 非常明確的說明了 我們絕不接受 謝謝 來 外交部 你們接不接受 不接受 法務部 法務部 你們接不接受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所說的這個說法 我們不接受 我們認為這樣子 但是你們到現在為止 對這件事情沒有任何表態 對不對 這就是你們部會都不同調 法務部對中國這個講法 完全沒有表態 陸委會是嚴正抗議 外交部也表示抗議 但是沒有說得很清楚 那法務部是完全沒有說 來我們看下一頁 政府議題已經對外表示了 政府議題由陸委會針對陸委會來表明就好了 好沒關係 陸委會我們來看看 其實這件事情非常清楚 這個在兩岸互助協議裡面的十一條 其實過去就講過了 雙方同意距離人道互費原則在請求方 或受請求方 確定以後都受審判 然後接反受刑事裁判的確定人 對不對 這是兩岸共打的十一條 沒有錯吧 下主委 那所以你們今天的報告來 來來下主委來 你們今天的報告的第三頁特別有提到 在2011年之後 雙方也同意 在第三地合作打擊犯罪 都會在事前 事中 事後 告知對方 並協同行動 對於人員的處理是各自帶回 沒有錯吧 這個是在針對在第三地 就是域外有犯罪的時候 有共同來打擊 所以這一次在肯尼亞其實應該依照這個原則 就是在你們報告裡面第三個 就是說我們怎麼處理 就各自帶回處理 沒有錯吧 我們是主張如此 對 那請問 中方現在做法 有沒有符合這樣的規定 中方他們認為他們也有管轄權 可是呢 我們一再強調 可是他就沒有說在第三地 第二次帶回 他沒有遵照嘛 所以你才要延正抗議 沒有錯吧 好來 下一頁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們的司法互助協議 到底有沒有達到效果 我們的司法互助協議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來我們看 我們每次談司法互助協議 都告訴我們說 成績非常好啊 我們解決了很多問題 我們來看看是不是真的這樣 來下一頁 我們先看看 中國要求我幫配合度非常高 陸方要求遣送犯罪人的遣返 要求21人 我們遣返了15人 還有兩人繼續進行中 犯罪情資資料的交換 他要求1346件 我們給了1090件 這大概八成 然後情資的交換 這個大概都是八成左右 來我們再看下一頁 下一頁我幫的要求 中國有沒有比照辦理 我們來看看 我幫要求前版的有1441個 中幫到現在只前版484個不到四成 再來情資交換 我們要求的4061次 那中幫只配合了1357次 也沒有四成 然後調查證據 1121 他達成688 勉強到五成 所以 主委 我們發現一個趨勢 我們要求中幫 中幫要求我們 我們都盡量配合 那我們要求中幫 中幫愛理不理 那兩岸互助協議 應該是平等互惠嗎 那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情形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情形 我們的量第一個要求的比較多 對 所以這個可能在比例上 所以比較難達成 我們比例上感覺到是少一點 少很多 我想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也許我們是一個 真的是民主法治的國家 那我們的這個 在這方面我們會比較 所以這裡確實是 你認為這個確實是一個問題嗎 對不對 委員講的數字是事實 中幫要求我們 我們都盡量配合達到 但是我們要求中幫 中方愛理不理 也沒有愛理不理 我想送回466 不到四成 送回466個也是很大的一個數字 來我們繼續往下 所以兩岸協議我們只看到沒有互助 就是中方要求的我們都做 那我們要求的中方不一定做 結果我們的馬英九說 兩岸司法合作成功率高達81% 問題是81%是我們配合中方的 那中方並沒有配合到達到80%以上 我們兩岸這個共打這個司法互助之後 對於很多的案件的確降低非常多 譬如說網路詐騙的案件 所以司法互助其實還有很大的問題嗎 有很多的空間可以改善 包括這一次肯亞的事件 本來就應該依照2011年大家取得的協議 在第三方我們應該共同處理 處理完以後各自帶回處理嘛 沒有錯吧 那中國就沒有照這樣吧 中國大陸他們的抱怨是說 因為送回來之後我們的刑法很輕 或者是因為證據不足沒有辦法起訴 那抱怨怎麼樣是另外一回事 那他們還要再談嘛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要談 那現實上是這麼一回事嘛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這次來法務部 這個我們就有興趣了 羅英雪在3月到中方去 他說拜會了最高人民檢察長 希望兩岸司法附助 會在現有的基礎下繼續合作 拜反公安部的附助部長 不希望大陸成為台灣逃犯的避風港 可是問題是現實啊 陳佑好還在啊 很多人都還在啊 羅浮柱啊 曾佑人啊 然後拜會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羅英雪說什麼 說欽佩人民法院 執行兩岸司法附助協議的成效 欽佩耶 做不到事成你們 法務部長就欽佩啦 做不到事成你們法務部長就欽佩啦 我們兩岸司法附助的案件量 平均一年有一萬件 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最高人民法院 謝謝 是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協助 來我不跟你爭辯 我只告訴你說 事實上你們就事成都做不到 來往下 所以我現在要問一個問題是 第一個問題是 我們發現兩岸司法附助協議 確實有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兩岸熱線 來夏主委 兩岸熱線是去年十一月七號馬席會之後 那十二月三十號正式設立 是的 沒有錯嘛 那到現在為止 總共打了三加一次嘛 連昨天嘛 是 沒錯嘛 三加一次 那中國甘比亞建交這件事情 你曾經打了熱線 但是張志明 我沒有打 我打熱線之前 雙方的幕僚要先作業 找不到他人 對他人正好不在 他後來也都沒有回你 他後來他曾經說 有機會回 建交這件事沒有回你 沒有他第二天說要跟我通電話 我說那時候事情已經發生 我說不必了 不必了 對嘛 就是沒有解決 沒有透過熱線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沒有什麼解決的問題 藤雅事件是你們昨天才打 對不對 我們昨天通電話 發生過多久了 發生多久以後 4月8號你們知道以後 到昨天才打 已經4天以後了 沒有錯吧 因為熱線的 來 謝謝 往下 其實熱線是什麼 熱線就是危機發生的時候 我們要解決問題 那現在我們的熱線是什麼 危機發生了打不通 危機發生我就打不通 中國跟甘比亞建交 都沒人 然後昨天發生 這4月11號 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也是到昨天才打 所以 真正的熱線要幹嘛 要建立在彼此互信的基礎上 那問題現在的熱線問題在哪裡 在中方愛理不理 我覺得並不 並不是如此 我對你有絕對的信心 我認為你處理得很好 但是中方對你愛理不理你 這熱線就失去向了 我們在4個月之內打了4次 你也不能說這個打的頻率不高 我也不希望有這麼多危機發生 我們隨時要打熱線 對 因為 因為講得很清楚 熱線不只是危機 熱線是幹嘛 中方經常運用熱線溝通 累積信心嗎 如果危機爆發 才可以解決問題 我們的同仁之間 這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同仁幕僚之間 隨時都在溝通 謝謝 來 謝謝 所以我們現在檢討一下 在這一次的肯亞事件 我們看到 第一個 所有部會不同調 第二個 我們看到我們的兩岸共打 所謂的司法付出協議 確實有一些 還要注意的地方 第二個 我們的兩岸熱線 確實也有檢討的地方 來 我看最後一個 其實現在 我今天提出來 我質詢完了 我提出來一個態度 還有一個問題 一個態度就是 我們現在 不管超越政黨 其實 而且不管超越政黨 藍貨綠 也不管 行政部門或立法部門 我們第一目標是 共同趕快營救國人 這個你同意吧 我想我們也要到時候 要看看 趕快處理嘛 我們盡快地處理 然後我們要看 中方能不能拿出證據出來 謝謝 那第二個問題 其實真正這件的問題 出在哪裡 出在一個中國 沒有錯吧 呃 真正的問題出在一個中國 其實問題不在這裡 我想我們在 我們在東南亞 很多國家都可以解決 所以也不 也是他們也是有一個中國的政策 其實過去在菲律賓也發生過 在越南也發生過 我們也解決了吧 他們也有一個中國政策 所以 不應該是一個政策 所以這個 你認為肯亞事件不出在一個中國 不完全是 然後我唸一個你的報告給你聽 大陸外交部近日的內容 將全案倒向一個中國政策 我方絕不接受 這才是真正肯亞事件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一個中國政策 本來就有很多原因 謝謝 可是一個中國絕對不是唯一的原因 好 藝衔盔 Hemmory 好 從後面有系統 자를研究所謂 不及事情 valiant 但是他的子 這個是 我想主委 这件事其实已经引起人民的共愤 那再怎么野蛮也不能用这种方式 在国际媒体上这样大剌剌的把我们的国人 带到对岸去 你同意我这样的讲法 我同意 你同意 那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当然各方的讲法不太一样 虽然刚才有许多的委员提到说 我们在这个管辖权上 的确法务部的讲法 也让我觉得我不能接受 因为法务部的部长说 这个是在程序上有瑕疵 是这样子吗 那个法务部 这是指在肯雅被带回的那个程序 就是说有两方面 因为对肯雅方面 我们那边已经获派 我想这是瑕疵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 这个是违法 我想法务部不能够用这样子的态度 跟延迟来对这件事来做评论 如果法务部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讲话的话 因为我看了这个媒体的报告 罗部长说 这件事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是有瑕疵 我认为是不是有瑕疵 而是我们比较支持 我们立委会的态度 我们立委会他的态度非常的清楚 这是违法的 违反我们在两岸的共同打击犯罪的这个协定 所以他必须要送回来我们国家 来受审 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要严正的对法务部做抗议 我在这里要请教那个陆委会的主委 因为从昨天一直到现在 从这几天一直到现在 总统府跟行政院都已经表示了态度 我想请教 我们热线上的整个的反应 我们显然四次的电话当中 就是我们热线设立了之后 我们打过四次电话 对不对 你对这个两岸设计这个热线电话 目前来讲 你满意吗 我希望他当然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不过到目前为止 有设总比没有设好的太多了 有设比没设好 但是还是没办法解决问题 我再请教 你不可能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问题 请教陆委会 我们从媒体上知道说 我们准备到对岸去处理这件事 对不对 我们要去了解 要派一个团去了解整个事情的 你会带团去吗 不会是我 是由同仁带去 是从什么时候启程 我们昨天跟他讲是要越快越好 什么时候还没有达成协议 他现在已经表示欢迎 可是时间还没有敲定 时间还没有敲定 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急迫这件事 是的 你能在三天内成行吗 你们能不能透过热线来处理这件事 我们绝对会努力在两三天之内成行 两三天内 两三天内一定会成行 我们会努力的促成 努力促成 三天内成行 这个因为牵涉到他们 对于他们本身还需要 对于相关的人 他们要有财政 所以可能有一些行政上的时间需要 不过我们已经说过非常急迫 我们希望 我们会在几个单位 包括陆委会 我们目前的规划是陆委会 法务部 刑事警察局 以及海基会 我们希望阶层是高的 你能 例如 我很简单讲 罗云雪三月可以到大陆去 他可以去大陆 大家都知道 那我们这次的层级到什么样的层级 能不能在这里告诉我们大家 我想我们现在才在规划当中了 到目前 相关的首长在目前在国内 相关的首长 也都非常的忙碌 也这个也许是 再怎么忙碌 我想去做考察的行程都可以 所以本席要求 我们是以部会首长的层级去参加 可以吗 部会首长我想到目前为止 这个可能只有陆委会是可以 正式官方的去做 陆委会 所以你不考虑去参加 因为在现在这个时机点 其实我相信第一次去 可能由一个副首长 或者由局处长去 我们考虑副首长去 我想 主委 我们面对这个管辖选 司法管辖选 这么大的争议的过程当中 本席希望你们派出去的团 是具有国家代表性 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主权的问题 所以能不能派至少派个政务护主委去 可以吗 我们会往这方面做 好 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到 第二个 我想在整个的过程里头 我们看到 我们台湾人民 在肯尼亚的看守所里面 那个图片大家都看到 我请问华务部 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头 他们用了不管是水柱 有没有吹泪弹等等 那我要请问 有没有违反国际人权的宣言 肯尼亚 他们没有 有没有违反 我是今天看到肯尼亚方面 他们这个警察总是说 并没有使用所谓吹泪弹 他说只有说没有使用吹泪弹 但是在那里面有水柱 然后带着 我们台湾人民是几乎没有任何的武器 对不对 那主委请问有没有违反 国际人权的宣言 在这个过程跟程序 人权一定是我们所关注的 所以我们 有没有违反 那从那个 我们认为他那个手段 不能超过一个比例的原则 你认为有没有超过比例原则 那目前 从画面上看来跟路人权看来 我们人权报回来的讯息 是没有用吹泪弹的 外交部有在肯尼亚的人权委员会 对相关的首长 警察总监都有提出控诉 有没有违反人权宣言 我想华尔部 我请你不要帮他们讲话 你这样子的答复 本席提出严正的抗议 并不是没有用吹泪弹就没有违反人权 很清楚的 包括水柱 来请外交部 来外交部 请你给我打呼 这个事实上我们在南 我们南部代表说当天啊 就提出这个像人权委员会啊 有提出抗议 另外呢也提告正式提告 在哪里提告 在肯尼亚 好 我希望这个一定要追下去 这是严重违反 我们整个国际的人权宣言 你不是没有用吹泪弹 就没有违反人权宣言 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 再来我要请教 你们要不要考虑 我们直接送 荷兰的海牙国际仲裁法院 我们要不要考虑 请外交部 当然这个要仔细研究 他这个有关在什么地方啊 你们还没有做这件事研究 目前可以进行研究了 但是我们 我希望你们 用最短的时间研究 因为我们不管台湾人民这批人 他们如果有的确有犯罪的话 应该是我们国家来审判 来审理 而不是任由这样子的方式 去遣送 我想这样子已经违反人权 非常的严重 所以本席具体跟你做建议 请你们 能在多久的时间内 评估出来 我们到底要不要 做这个 对这个 河南海牙国际仲裁法庭 提出仲裁的事件 可以吗 多久可以提出来 会尽快研议啦 由法务部门来研议 好 我希望我们很快速的来做这件事 再来我要请教 我们在整个的事件里面 我们103年 就已经有掌握这件事 对不对 是 入位 是的 那在整个103年掌握了之后 我们外交部 有没有给他们任何的协助 或者是深入去了解 有 刚才有报告里面也提到 我们多次啊 这个都 从南非派这个秘书去协助 同时也请 在肯亚的乔务委员 来协助照顾 都有 有去照顾 都有 但是你们不知道 在前几天 就失业的时候 他们要审判 哦 知道 你们也都知道 每一次要开庭的日期 我们都 你们有掌握 都会去 但是你们没有 在每件事情的细节 你们都掌握 就是没有掌握 4月8日 他们要被遣返 到中国大陆去 这个他们没有告诉我们 是 我们知道 中国大陆有在 在关切这个案子 但是他们两 两兆之间 是怎么样的去 那中国大陆 有在关 关切这件事 你们跟我们 陆委会联系过了吗 国内都知道 国内都知道 那国内也没有掌握说 他们要直接 把他遣返过去 中国大陆 也没有掌握 是这样吗 那个陆委会 我们的诉讼程序 都是照这个规矩来 那我们当然掌握说 陆方可能会有动作 可是他是 当庭开庭之后 就马上动作 这个确实是 没有掌握 没有掌握 那第二批 你们有掌握吗 第一批已经发生了 你们第二批 没有意做准备吗 其实第二批就是隔两天而已 隔两天 所以你们完全没有掌握 所以我想这件事很严重的 非常严重的伤害 我们台湾人民的感情 也伤害了我们过去 这段时间的努力 我们希望在最后的这个时间点 你们一定要做出一些事 对台湾人民有交代 我们认为说 我们努力了这么久 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协定等等 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 可以说打击的荡然无存 所以我们 我本席这一次的要求陆委会 三天内 派出可以代表国家主权的人 去处理这件事 请主委 是我们一定往这个方面努力 好我希望你们能够做到 以上谢谢 好那个 那个黄委员 你要做个提案啊 我们来签啊 对啊就请陆委会主委 海继委董事长 两位帅团啊 去把人带回来 没有带回来的话 两个都不要回来 好你赶快提案 赶快提案我们来签 支持啦 这个假如同意的话 我可以去啦 假如他们交涉的结果 同意我去我可以去 那黄委员一起去 赶快提案 我们来一起签啦 这个不分草委员大家都很关键 你们不能走啊你们就签不签 到那里了 好接下来 林立常 林立常 林立常委员抱歉 主席有请夏主委 来主委 来主委 来我们法务部的陈师长 来师长 那其实本席知道说这次我们的电信犯罪案的 其实会到菲律宾 因为我个人也去了解到说 其实在2000年以后 我们也肯定我们台湾的那个司法打击犯罪这样的成绩 让很多犯罪集团没办法在台湾继续去用这种方式去诈骗 那也知道后来跑到大陆去 后来我们的两岸合作之后打击犯罪 没办法继续做 所以呢跑到非中国家去了 所以我觉得说这样的背景 让我们觉得说也肯定我国 但呢 我国的打击犯罪 呃现在又要处理到第三方国家的任何的困难 那在这边本时想要了解 因为数字一直在呃 呃好像第一波多少人 第二波又多少人 本时想要请主委说明清楚一下 我们到底有多少我们这一次肯亚事件 有多少我们台湾的呃 可能是有有涉嫌的那个电信犯罪的诈骗的这个 人数到底是多少 您可以跟我们说清楚 在8号的晚上送去的是八是八个人 然后接着是呃 同一批的还有五个人是在昨天 呃加上二十二个最新的一个案子 对 所以是这是八加五加二十二 对 那么到目前呢还有 还有还有还有五个人现在目前还在还在那边等着在审判当中 对那他审判完还是会送往大陆吗 呃还是有这个可能性 不过我们会来现在加以这个预防 那难道肯亚不知道我们第一波完第二波完我们强力的抗议了吗 呃我想肯亚了解 可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外交关系 然后我必须讲这这一类的案子啊 其实是一个这个管辖权的确是禁合 不过我们要争取我们的国人回来审判 可是中国大陆因为他的受害人在那边他也会争取 所以这是一个到时候大家双方要做司法的互助来做协议来做协调的 所以呃我们陆委会这边也刚刚有聊到您会帅团过去探 我没有刚刚是有委员这样这样的建议 我说我说我们会尽快的时间之内组一个团呃比较也许成绩会高一点到中国大陆去了解这个案情 那有可能会过去但不一定会过去 我个人去的可能性其实不是很高的 好那除了我个人觉得除了官方以外啦 我们也看到很多家属会认为呃他的孩子可能是嫌疑犯还是可能被误抓了 那您也看到昨天我们看到那个妈妈的心情 所以呢呃本席认为啦齁如果我们官方要过去也可以 我们几位很焦急的家属您也可以带他一起去探望一下去看一下孩子是不是很健康 就是我觉得说如果有真的有罪可以判 如果真的没有的话不能淹忘那我们自己的国人我们要如何去保护 尤其是那个妈妈的心情啦 我想我们昨天也跟对方提出来说有关家属啊希望有机会去探视 那这是要另外另外做别的安排 哦好那谢谢主委那呃本席再请教一下那个陈师长 那自己说我我个人也很纳闷在肯亚已经判无罪了 那为什么还要已经无罪释放限期出信为什么还要已经可以 他他就无罪了为什么不能释放还要被带回到中国大陆去 他在肯亚的部分是无罪释放的 但是他在肯亚受这个判决的罪名是 就是未有执照而经营这个电视电信失业还有组织犯罪等等 但是据目前我们所得知的讯息 大陆方面是以他们在大陆犯有电信诈骗案 需要带回去调查 但是电信诈骗诈骗这个部分 并没有在肯亚的判决里面 所以肯亚的判决我们现在是认为说他是没有处理诈骗这个部分 所以在他们那边的法律方面没有在处理这一块 可是就算没有处理人也要是台湾人啊 要先带回台湾如果大陆那边有受害者 我们可以来协助要如何去审 也是要怎么处理也是我们协助完啊 那为什么一定要过去就像您刚刚讲的所谓的管辖权嘛 那他认为他有管辖权 可是这台湾人呢 那第二个是那我们真的 对这样的一个处置方式我们是表达不满意的 那我们也对陆方表示 因为两岸已经有多年的合作基础 在这样的一个带回的事件上 他在处理上对我们不够尊重 然后没有协商 然后也没有以合作的方式来处理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在20...2010年 那时候菲律宾事件已经一次了嘛 但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在菲律宾那个事件 是两岸组成一个合作协查 是共同在同伴一件案子 但是这件肯雅 我们没有共同协查 就只有单方大陆在追查这个案子 所以跟菲律宾是两边一起在办案 那这个事件是我们不知道 还是我们没有参与去一起去协商 还是去审查 还是去调查 都没有 只有大陆跟肯雅就对了 当时我们各机关所得的资讯 是一直认为说这些人是在肯雅境内犯罪的部分 那直到这个事件爆发 才了解说是他们在大陆 其实在几年前已经被追查这个犯罪 我觉得说我们有很多的协商共识 那为什么在协商共识之后会变成这样 本席认为不管是陆方那边想要借由这样子的外交议题 来对我国释出 还是对我们未来的 可能因为我最近也看报导 对我们新政府要发言的释出一些施压 我觉得说他这样子已经伤害了我们我国跟就是两岸之间的交流协议 那和平 我觉得说这个已经变成说我们的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协议 已经打破了那个夏主委您认为呢 那这样子继续相信我们未来能不能继续去落实我们两岸合作的模式 我觉得说这个事件以后就已经蒙上了一层阴影了 我们未来还要怎么做呢 我想类似这样的案件 我们过去的确有默契 有一个合作的默契 大家一起来共同侦查 然后各自带回几方人员 这个我们希望以后还是能够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式 至于说至于有关相关的这个行责行度 我想这部分我还是可以双方可以进一步的讨论 不过刚刚委员也提到说因为是我们的国人 不过我也特别讲这个国际跨境的这个犯罪行为啊 有非常多不同的这个类型 不一定说我们的国人就一定要通通抓回来 譬如说如果在美国犯了这个杀人罪或什么 你不可能说因为我们的国人我们就要回来 我想这种跨境的案子有非常的是非常复杂 可是至少在合理的范围内保护我们国人啊 这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对啊 那我觉得说两岸就是我们的两岸和平 跟两岸的交流合作 有时候应该要去做到真实的落实 那我也不知道外界到底有哪些原因啦 可是我觉得说我们也要坚持我们两岸对等的立场 所谓对等就是我们不能说我们的人民 那应该归我们这边先审完 如果他觉得我们在大陆那边有一些受害者 那我们可以协调啊 那我觉得说不管是国民党或民进党保护我国的权益 这是身为国家的一个 不然这个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啦 那因为其实立场本身也关心很多的我们的陆沛姐妹 我觉得说这样子继续烧下去 可能不管是政治议题也会危害到我们我国的人民的相关的相处啦 那也会对很多国人对我们陆沛姐妹的一个尴尬的模式 我觉得说我们这块政府应该要好好的去处理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担忧啦 那也再拜托那个夏主委跟我们司法院这边 就这件事情除了司法方面要协助以外 还有这些妈妈还有这些家属她的担忧 请您多关心以外 还有我们这样子的模式也伤害到我国 就是我们两岸之间的相关的协议啦 在这个司法互助共打协议之下 我们会帮助家属啊 呃争取他们的探视权 好 谢谢主委 谢谢市长 好 接下来专会雄委员 请我们陆委员下主委 来 那个主委 林中生董事长 还有我们警政署的黄中仁副署长 外交部啊我们侯正次有来吗 好 是不是请我们那个那个非洲市的副市长也上来一下 法务部陈文齐市长 来来 多上来 还有一个应该问的你都要讨论你啊 国安局 副署长 来 那个麻烦请国安局 我先来请教一下我们林中生董事长 谢谢 林董事长 好 谢谢 这个事情发生了你当然知道 呃我们这边海基会得到的信息 我们是4月11号 那么4月11号当天我们就立刻这个发函 呃这样陆方 先用我们紧急联系的机制啊 海基会4月11号才知道这件事情 没错 没错 因为我们没有得到通报 我们4月11号得到 4月11号得到这个信息 林董事长今天几个月你知道吗 今天 今天13号吧 你4月11号你才知道 他说我们的国人这一件事情 这几个国人同胞被中国给带走 我们看到媒体的信息 然后像主管机关主动去查证了解这个信息 林董事长你不能夾呢 你是海基会董事长 你4月11号大宅啊 因为我们没有得到通报 确实 那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是什么 我这件事情看 你表达什么样的态度 4月11号我们得到这个信息 你立刻我们透过紧急联系机制 跟陆方的海协会 那我们表达我们严重的抗议 要他赶快把国人要放回来 是你亲自打电话吗 我们紧急联系机制的窗口 我们是周副董事长跟对方的一个窗口 所以你这件事情跟中国那边跟海协没有任何接触 不是没有任何接触 就是海基会跟海协会 我说你啦 我本来没有打电话 你不是都要去中国这条而已 你不是去中国那些招 就是我们紧急联系的机制 有固定的窗口 你这三年到中国去了几次啊 39次 我去42次 42次 我再去3次 去了42次 钱也让你花了不少啦 结果事情发生啦 每一次到大陆我都事前报本事后提报告 报告也上网公告 你去上网公告 那结果这件事情 替大队大事情 我先 四月在于你哪知道 我没有接到通报 没接到通报 好啦 先去旁边啦 没有通报啦 夏主委 是 我看这件事情啊 没完没了 大事情啦 对吧 我们是觉得很严重 很严重 超级严重 本席也不认为啊 这件事情就这么单纯的 所以要破坏将近八年来 你们所经营起来的 两岸和谐的关系啊 没有那么单纯啊 这个根据他们讲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他们的这个 每年被受这个受诈欺的 这个数额非常多 很多人也很多 然后他们认为我们这边的 这个刑责跟刑期啊 判断太短 主委啊 他们的说法 主委啊 你亲切听他讲讲的就好了 这几天中国斗外言论全部在讲什么 一个中国啊 他们过去几十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 所以说嘛 我们也讲得很清楚 所以中国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你说什么 这些犯贤去炸害了中国 让他们的民众受损 这当然知道 打击犯罪啊 台湾该自己去打击犯罪 全世界也大家共同合作在打击犯罪 这个都对啊 但本案没有这么单纯啊 我请我们程市长 市长 这件事情喔 我认为我们法务部轻忽了 政治判断了 真的实在是啊 下次要好好加强啊 我看你们通篇的 今天的报告里面啊 后面那三个一个结语里面啊 讲的好像是稀松平常 你们这件事情太过于冷静 太过于从法律的观点去看待 站在国人通报的立场 会认为法务部太过冷漠 吴晓妮有什么看法 跟委员报告 那个报告的三项诉求 是我们在执掌业务 而且现在在工作层面 我们的一些作为 关于这件事情 我们分两个层面 就是说 第一个在肯雅方面处置的不当 和大陆方面 他没有做智慧 没有做协商 没有以合作的方式 来强行带回这个人 我们已经表达了抗议 所以说嘛 那第二个就是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关心我们国人的权益保障 市长跟他的人权保障 市长 那第二个就是人权跟法制 这些你不应该在这边讲 你也知道我的重点 不在这个地方 要表达法务部的立场 你一个新闻稿 就可以讲得很清楚了 我在这个地方 本席是要问出 你各个部会 面对重大的事件的时候 你把我们的同胞 放在什么地方 我刚前提也讲过了 我们的政府该打击犯罪 人家中国当然可以打击犯罪 全世界都应该共同来打击犯罪 你也可以去讲说 这些人犯嫌是坏蛋了 你怎么讲 我们都没有意见 可是当国家一直在对外的时候 陆委会主委 我看到你们 本来是噤声的 那是没人 任期这两天都要切开 你知道吗 本来我们所看到的外交部 是 本习本来对这件事情啊 这几年来外交部的 整个外交上的作为啊 我是看得陷阱而已 这几天我看整个外交部是 在第一线在冲锋陷阵的 我们在第一时间 8号的晚上 就立刻跟对岸沟通 然后立刻表示抗议 我们第一时间就做了 属翱啊 我要不要请教主委 主委 你跟这个两岸的热线啊 一共通了四次了嘛 是的 我看有 过年的时候有拜年的嘛 那是因为 因为这个 为了台南的地震打的 台南的地震算一次 那还有 另外在今年的 第一次我记得是在跟 国大派张智英谈 货帽跟陆克中转的 第一次是因为 刚开始开通这个电话 那第二次就拜年了 那刚好碰到也南部的 症灾的部分 第三次 我们第一次是热线开通了 第二次就是在2月5号 就两岸的这个 一般情势交换意见 就提到了刚刚您讲的一些问题 第三次是为了台南的震灾 所以前面三次 几乎都是形式上的啦 没有谈什么实质 台南的震灾 人家是很 我觉得对岸市也是很 很认真的 很希望能够来帮忙的 不是随随便便 那好是 昨天 你谈到的是 五十分钟喔 差不多 对 五十分钟你到底是都在说什么 我就说五十分钟 是在外交 用火 还是说共同演你 共同想办法 该怎么办 我想针对肯雅的事情 我们的确是有一些 这个不同的看法 到最后也有一些 共同的看法 共同看法就是说 我们希望组团去 也希望就将来 针对类似的这样的案件啊 能够大家再进一步 再做协调 我们是谈了蛮久的 所以你认为 中国这样的一个作为 不只伤害到 我们两岸之间 国民之间 人民之间的一个感情以外 你有没有认为 中国这样的一个作为 该受到谴责 我们昨天跟他讲了 他这个 尤其是肯雅到最后 警方去抓人的时候 在他们的指挥 几乎是他们的这个漠视之下 是非常的这个残暴 好 谢谢外交部 外交部 外交部 你是 出定吗 出定 在 我国外交人员 第一线在外 为整个国家的主权 冲锋陷阵 予以肯定 但是 我想要请外 请就叫外交部 对这件事情 真正的定性 中国这样的一个作为 你的作为 你们认为 合不合法 外交部立场 那我们认为他这个 这样是很粗暴 这个 还有肯雅方配合 他们这个 这样把 国人 强行 这个遣送到 中国大陆也是 藐视人权 违反这个人权 所以说你们在第三页里面 也特别去提到 違法强制遣送 是的 所以你看 市长我要说的就是 陆委会 跟外交部 他们就强悍了 我反而觉得说 怪啦 你们这几个部位 你们大家是不好 我觉得很怪 你跟法务部部长 你们的部长 要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 外交部跟陆委会主委 好像你们是反对的吧 刚开始 你们表达反对的态度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只是提出来 到大陆访问的一些 基本的原则 因为当初 就 中国 去跟甘比亚建交 我们认为是没有善意的 所以 我们对所有要去 到陆的首长 我们都相同的 会提出一些原则出来 表示我们的立场 所以 这件事情 我们的国家 在这几天里面 我们发现 很薄弱的声音 让第一线的人 在那边冲锋陷阵 国安局 来 国安局 我要请教我们国安局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 4月8号 你们也4月8号才知道 是 那你们知道以后 跟谁的反应 跟国安会通报 跟国安会通报 是 那很显然的 马总统说 没了没了 没了 所以照你的讲法 马总统至少 4月8号已经知道了 第一线 就算没传回来 4月8号你们知道 至少让该该让总统给知道了 我们的总统不好 我们的总统 4月8号 知道了 4月8号再遭遇 本就要严调 什么 各方多满意 就只有余不满意 所以我会觉得碰到整个 对外啊 我们 主权受到侵害 我不贪这些人 他到底是好还是坏 也许到最后审判出来 他可能就是罪犯 也不一定 但是站在国家的立场 我们该有的部分 该坚持的部分 我们要去做坚持啊 那不是这样 所以 我就要请教我們的夏主委 夏主委我给你看 我给你看你的办公桌子 我看一个也很奇怪 你的电话 2 3 4 5 6 你电话的电话 6基电话 你是6基电话 是要加三公电话 你是哪个桌子电话 6基电话 每一个电话有不同的功用 你跟他说 你现在那基你跟他说 我有几支专线 譬如说跟我们的港局 跟我们的澳门 有的是我们跟这个相关首长的一个 都不同基 都不同样 对 那向右边那基你跟他什么说 我非常清楚 外交部来 我就不相信 我问不出来 市长 你不要去看你們部長的辦公室有沒有 那有 你們部長的辦公室幾個電話 呃...也有幾支啦 我們總共幾個幫家國 22 22 那叫路下主委的公返不知道 你想這次要22支 你們一個部長 道長22支電話要怕死人啊 你們在騙幾 六支電話 六個不同的國家 我歡迎委員有機會到我辦公室 我歡迎你來看 你一人不一樣的 每一次電話有 我看你那支是在叫披薩的啦 不然那支就算開港的啦 有的沒有的 創六支電話 你告訴我 結果六支電話 熱線 你熱線都抓到那支 抓到那支嗎 熱線的那支就對了 我最後來具體做一個建議 夏主委 其實這件事情要善後啊 嚴重啊 哪怕是他對著新政府來的 這件事情對你們來講的話 剩下幾十天的時間裡面要去善後 我們也不是因為只有幾十天就在消極 我們非常積極的在 你長期整個兩岸關係是一棒接著一棒在經營 任何人當家任何人就有義務把它給搞好 結果 你們最自豪的 公虧一虧 我們非常認真的在處理這個 那當然嘛 一定要認真嘛 那 有沒有想到 親自到中國再去走一趟 這個 目前並沒有這樣的規劃 你沒有這個規劃 我就幫你規劃 我等你來提案 敢不敢去 這個我當然敢去 敢啦 可是這個我們也希望 以解決問題為最重要 幾十天的時間啊 這一件事情啊 對馬總統的打臉視小 對整個政府團隊 這將近八年的兩岸關係的一個經營 徹底把你們給戳破 中國要的就很簡單 一個中國 但是 過度現在在這邊批評你們也不對 這個節骨眼裡面 就是朝野大家共同來合作 我相信 新政府 將來要面對的 比現在還要險峻 我們也感受到 所以我希望啊 有這個機會啊 主委你考慮一下 親自到中國去 我們自己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 為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對啦 我的意思是說 你那六支電話 就算你去那裡去挖 去那裡去那裡 失效啊沒有用啦 去那裡去那裡去那裡 去那裡走一趟啦 好 謝謝各位請回 好 接下來要問這委員 好主題我想請夏主委跟法務部陳市長 好兩位 我也好 來兩位好 這個剛剛 最後的莊委員所提的 其實我們也認為 這個在政權交接的 當下 我們所面對的情勢 一樣是嚴峻的 好